村外的寂静山崖上,两家成亲队伍迎面而过,今天是洪杏大婚的日子,她的面上却不见一点喜色,更别说到了夜晚,洪杏的新婚丈夫毫无怜惜之情,对着洪杏又打又骂,只因为洪杏的身下竟然没有那象征纯洁的红色。 在贫瘠的偏远山村中,女孩的婚嫁常常不能由自己主导,洪杏便是如此,她的新婚丈夫强国是邻村难得的有钱人,在城里发家之后又回到村上,刚刚好就看见洪杏来找自家哥哥,洪杏纯真的眉眼一下就让强国动心了,她找到自己的堂弟,通过堂弟的牵线认识了洪杏的两个哥哥,几个男人在屋里喝酒畅聊,笑声震震,讲的是强国在城里的去世见闻。 酒喝多了,强国便说出自己的打算,洪杏的大哥平娃现今36岁了,还未娶亲,正好强国有一个姐姐,虽然样貌不好,但总归是个完完整整的女人。 强国若是能娶了洪杏,那她就把自己的姐姐嫁给平娃,彩礼她全出了,平娃这一听,泪顿时就止不住了,若不是她没本事,也不至于沦落至如今的下场,这换亲来得恰到好处,于是洪杏的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, 她自己甚至没有说上一句话,婚事热热闹闹的办了起来,洪杏穿上大红喜服,坐在送亲的队伍里,队伍敲锣打鼓毫不热闹,各种物品罗列在后,十足的气派,扛东西的人只能伸一脚浅一脚的踏在沙地里。 可见彩礼的厚重,迎面也来了另一个送亲队伍,在山崖的上下两条路上交错,一样的热闹,一样的喜庆,就连新娘毫无笑意的表情也是一样的。 为了让亲事更加热闹,强国请来了宣传队,为村里的老乡们唱大戏,村长十分欣慰,上台特意夸赞了强国几句。 鞭炮声声,糖果四散,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感受到了强国的气派,只是这还不够,强国用钱币在红布上贴出了两个喜字, 并表示要把这钱捐给村里,这下强国的婚礼可算是引起所有人的瞩目。 只是强国怎么也没想到,红杏在新婚业里竟然没有落红,花了大价钱就娶回来一个不争的女人,这让强国怎么咽得下这口气? 等明天,全村人都会笑话他,这让他以后怎么见人? 强国左思右想,最后决定把红杏还回去,把自己的东西全部拿回来。 另一边,平娃这边的亲事也收场了,只是他自己却犹犹豫豫的不愿意动房,他担心娶回来的女人影响下一代。 在母亲的劝说下,平娃才终于来到房内,强国的姐姐手有些毛病,卷曲着不能正常动弹,但其他地方是好好的。 就在两人共度粮消的时候,红杏被送到了家门口,强国一伙人像强盗一般闯了进来,把所有彩礼都拿了回去。 强国姐姐不愿,出手阻挠,可强国铁了心要把面子抢回来,下手一点也没留情,姐姐一气之下并发昏倒,也被强国抬了回去。 这下闹笑话的成了两家人,平娃兄弟俩脑得快失去了理智,责骂着红杏不检点,还要红杏说出坏了他身子的人是谁。 红杏哭着喊着没有,可谁都不信,最后大家猜来猜去,猜到了李明光的身上。 明光是村里民办小学唯一的教师,父亲早早去世,母亲也随后改嫁,他只能跟着奶奶一起生活。 明光的未婚妻永芳和红杏是一对好姐妹,两人常常来到明光这里看书,有时候还会看看少儿不移的杂志。 明光是村里难得有学问的人,敢于突破传统的禁锢,他的做牌让村里保守的人议论纷纷,但他自己从不在意,只是努力教好自己的学生。 于是,开放热情的明光成为了玷汝红杏的凶手,而红杏也没有否认。 平娃便把怒火转移到了明光身上,若不是他,自家妹妹也不会被退回来,他就能有媳妇,他们一家的香火也可以传承。 那一夜,平娃和弟弟来到杀猪的好友家磨刀,扬言要杀了明光,天渐渐亮了起来,平娃兄弟俩又来到了早餐店里,吃饱了才好干大事。 早餐店的老板娘听说兄弟俩要杀人,强装镇定地说笑两句,便急忙赶到内屋,叫醒自家男人,让他去店里看看两兄弟,自己去明光家报信,男人却不甚在意,想着平娃他们也只是说说而已,哪敢真的杀人啊。 可老板娘依旧担心,拿了瓶好酒给兄弟俩喝,自己还是去报信了,结果走到半路,想起油锅忘记关,只好拜托路过大事的小姑娘去通知明光不要出门,平娃兄弟俩要杀了他。 小姑娘听见这大事,连忙放下水桶就跑,可还没走多远,就被自家父母叫住了,让他去帮忙。 小姑娘不敢违抗父母的话,只能写了纸条拿给弟弟,让弟弟拿去给明光。 弟弟年幼,不知道这张小小的纸条里,承载着多么重要的事情,他看着明光在屋外洗漱,就把纸条折成纸飞机扔过去。 纸条轻轻地落在猪草里,随即而被猪饲料覆盖,这个关乎人命的消息,就这样沉没在了这个孩子的手中。 另一边,早餐店的老板娘还在四处散播着杀人的消息,平娃兄弟俩的刀明晃晃地放在桌上,大家虽说都不信,他们敢对明光动手,毕竟杀人是要偿命的。 可村民还是去通知了村长和强国的堂弟,总不能让平娃兄弟俩骑虎难下,不过也有人看热闹不嫌势大,嘲讽兄弟俩不敢动手。 吃完早饭,平娃两人拿着刀继续上路,不过他们在半路就撞见了村长,村长夺下了两人手中的刀,把兄弟俩赶回了家。 可这样兄弟俩更不甘心了,雷声大一点小,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他们笑话,于是他们又找出了斧头和刀,怎么说也得为自己找回些颜面。 现如今,几乎村里的人都知道平娃要杀明光这件事了,可偏偏却没有一个人去通知明光。 明光没有察觉这场世人皆知的谋杀,拿着课本就准备去学校上课,走之前他还去看望了未婚妻永芳, 可永芳在今早听见了人家议论,红杏和明光的丑事,对这两人产生了怨气,所以把门关了,不愿意和明光见面,就连那则关乎人命的消息也没有和明光说清楚。 明光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继续上路,见到他的村民纷纷劝他赶紧回家,却怎么也不把平娃的宣告告诉明光,还说怕吓到他,明光被蒙在鼓里,自然不肯回去,得知消息的村民们纷纷从家里赶出来, 围在了路两旁,他们七嘴八舌地让明光回家,可待明光细问原因,村民又支支吾吾,不肯说出真相,只一味地让明光回去,还说这是他自己做的孽,是报应,明光仍旧一头雾水,直到平娃兄弟俩气势汹汹地出现,他才终于意识到不妙,红杏想要拦着两个哥哥,但是却没能挡住哥哥的怒火,兄弟俩一步步朝着明光走去,村民们纷纷嚷着平娃不能杀他,却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。 明光跌落在地,平整干净的衣服上沾上泥土,很快也染上血红,明光想逃,却无处可去,平娃兄弟俩这次是铁了心要挣回面子。 得知消息的村民越来越多,村长挤开人群,高喊着明光的名字,可事情已成定局,明光睁着眼无辜地说,大叔,他们把我杀了,或许致死明光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遇这份毒手。 明光死了,在他24岁的某个早晨,经历了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,明光的尸体陈列在街角,宣告着一个年轻生命的消亡。 医生前来检查,胸口紧身的伤口,身可见骨,村民们围在屋外,用这机会见明光最后一面。 警察也很快赶到,对这桩临时起义,却又忍尽皆知的谋杀案进行调查。 平娃兄弟俩被绑到警察眼前,他们对自己的罪状公认不讳,却旨意认为自己没错,明光害了他们的妹妹,他们兄弟俩只是报仇而已。 与此同时,目睹了凶杀的红杏,精神有些崩溃,他不愿更不敢再面对自己的两个哥哥。 警察对所有村民进行审讯,大家把知道的事情都说了,包括明光的身家为人,包括红杏的唤亲闹剧,包括平娃的陶天恨义。 村长陪着警察走访了红杏家,找到了独自待着的红杏。 警察询问红杏是否真的和明光有私情,毕竟这是明光被害的最重要原因,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红杏否认了,他的证词宣告着明光的无辜,可村民们并没有因此而惋惜, 甚至觉得红杏一个疯女人的话不可信,又或是红杏想要保护真正的情郎,才把罪名嫁祸给明光。 总之,明光到底是否无辜,现如今却没有人可以说清楚了。 最可怜的莫过于明光的奶奶,她把明光拉扯到如今可以独挡一面的地步,却无奈被人夺去了生命。 村民甚至不敢告诉她死讯,奶奶一直记得,明光去世前一天晚上,梦见了大水,水把她卷走了去,或许就预示了她的终结。 离开那天,明光在走出家门口时,还转身朝着奶奶笑了笑,他们祖孙俩谁都没有料到,这将是他们最后的会面,从此就将天人永隔,白发人送黑发人。 案件调查到了尾声,红杏的精神似乎有些好转,她把一本诗集交给了明光的奶奶,这本诗集是明光的作品。 她曾和永芳一起读过,字里行间的文采让红杏深深地沦陷。 红杏游记得,永芳曾经问她是否有心上人,红杏什么也没说,在永芳的猜测和打趣中,把自己的情意深深掩埋。 可惜,原本亲密无间的姐妹花,在承受了一个生命的重担后,再也回不到从前,红杏思索了两久,最后投骨自尽了。 明光的案件终于宣告结束,平娃兄弟俩因为情节恶劣都被判处了死刑,他们挣扎着,后悔着,却也只能为自己的罪行买单。 小山村又恢复了宁静的生活,只是,他们失去了唯一一个小学教师,那些孩子的生命中,不会再有那样一个儒雅温和的老师,带领他们去看更广阔的天地。 一场误会结束了四个人的生命,这个破落的山间小村也失去了一个文明和自由的创建者,可见于美是最有力的暴行,落后是最残忍的帮凶。 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,一个不必发生的悲剧,却在陋戏和舞之中,成为了众目睽睽下的表演,令人叹息却又无可奈何。 好了,今天就讲到这里,我是怪小妹,我们下期再见。